今年是2023年,中尼投资于金毛轮潭,华侨议员作为在尼泊尔已经扎根的一个中国公司,对于今天的轮潭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说一下吗? 可以,首先非常感谢中国贸出会,中国大使馆,中资企业各单位及尼泊尔的总理及各领导,共同参与组织的这次中尼投资经贸论坛,此次论坛我觉得意义是比较重大的,我发表一下个人的感想。 在尼泊尔身处八年的生活工作,见证了尼泊尔的一些内政,变化风云,但是无论是在什么年代,什么政治环境,什么文化和语言的差异,经济合作都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是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的保障。 所以我们应该在经济贸易,医疗领域,教育领域,这个安全和基础建设方面都应该加强这个合作。 作为来自中国的在尼泊尔行医的医生,我深知尼泊尔的医疗领域,相比国内来说还是比较欠缺的。 中国的政府和各大医科大学医学院联合培养了很多批尼泊尔优秀的医生,包括我们医院也有不少尼泊尔的医生。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医疗知识软件和我们的医疗设备硬件,这两个都必须不断地提高。 软件硬件相结合,相辅相成,我们才可以更好地提高医疗水平,更好地去发展这个医疗事业。 这个论坛上也特别感谢王金山董事长对尼泊尔的医疗事业的支持,也希望国内的其他的医疗机构能够多多支持尼泊尔的医疗事业。 中尼文化友好关系,远远流长,然后呢,现在在尼泊尔过来,想投资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然后就是来这边投资的话,就就是最大的一个免令的问题就是第一是政府不稳定,然后第二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就是政策的不动性比较大,是不是? 然后就想来尼泊尔投资的人,你想给他们一些建议吗?如果想给的话,就您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首先,我觉得尼泊尔的针对中国来投资的这个企业,应该更改他们的一些投资政策,让这个政策变得更加灵活,更加合理,更加简易,这样子的话,才能吸收更多的外资来提高尼泊尔的各方面的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加强了其他的领域都很快就能够上去,我是作为一名医生,也是作为华侨友好医院的领导人,我是希望 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也希望更多的国内的其他的机构能够借助我们的医院的平台, 去通过这个平台去给尼泊尔的老百姓和中国在这边工作的中国同胞带来健康的同时,更多的是传达中尼的友谊。 那今天的这个论坛对于您的公司有什么样的帮助,可以说一下吗? 这个论坛的话,让我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商业人士。 我特别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医院的平台,让更多的中国优秀的医疗单位,能够知道我们在尼泊尔做这个健康事业,也通过我们可以去把中国的技术 辐射到尼泊尔各个医疗领域。 是的,好的,谢谢,谢谢您,谢谢,谢谢我们的菜牌。